今天晚上的plan呢 就是要在这个湖这里呢 走一圈啦 顺便看看在这个周边这里呢 有没有什么东西好吃 就在这里吃个晚餐啦 你们看哦 现在这个湖面上哦 超多这个天鹅的 你看 全部都是天鹅哦 哇 哦 这边哦 超多人玩这个 天鹅的这个船的 它的价格哦 它是 七万块一个小时 它是两个人啦 然后四万的话呢 可以五个人 那我这边呢已经是开始看到 有一些卖东西的啦 但是来来去去 好像都是卖一样的 这个又是卖pizza啦 今天呢就想要 try 看一些不一样的啦 再走走看 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小吃 我在这个湖这里哦 是看到有这个fountain show的这个setup 但是我刚刚上网找呢 是找不到 任何关于这个fountain的这个资料啦 我觉得这个fountain呢 应该是没有了啦 真的很可惜耶 在这个湖这里呢 他们还有这个 游览的车啦 感觉呢这个车的 应该是 带这个游客呢是 游览一圈这个湖啦 如果我不想坐那个游览车呢 他们这里哦 还有这个马车啦 哇你看 很梦幻的感觉耶 有没有像那个 灰姑娘的通话故事里面的那个马车 南瓜车 哦看 蛮colorful的它的这个马车 哦 这个湖呢 走一圈的话呢 它的距离呢 是五公里啦 那它的旺区呢 就只有刚刚那几个点啦 剩下的地方呢 基本上都是 人家来跑步 然后骑脚车 好那我刚刚呢 也是有看到有人在这个湖边这边钓鱼啦 哈 我现在哦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冷啦 虽然我是有穿冷衣啦 但是它的风哦 很大嘞 我感觉我是没有本事 把这个湖走完一圈啦 哦 我现在呢 应该是要走回去啦 傍晚六点钟 这里的树呢 开始亮灯啦 然后它的这个街灯呢 你看也是蛮漂亮的 哦 它这边的灯呢 会一直在变颜色啦 好 很美咧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今天的傍晚啊 今天的黄昏也是超漂亮的 哦 也是有这个火烧云啦 我来大乐呢 已经第三天了 哦 三天都看到这个火烧云了 我真的是太幸运了 好 对面那边呢 就是那个黄梨跟那个种子的地方啦 啊 蛮漂亮的啊 现在的天色呢 已经是越来越暗了 哦 这里的灯光呢 也越来越漂亮了 好 你们看 这个是晚上的这个湖景啦 哦 蛮美的咧 啊 现在 天都黑了 还有人在这里划船 啊 在靠近夜市这里的湖泊呢 它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小角落 哦 你看这边它有这个很美很美的灯光 啊 这个人呢 是可以走进去那个光丘里面拍照的啦 拍出来呢 它的效果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啦 啊 那前面呢 那边是有一个 呃 紫色的小桥啦 哦 在那里拍照呢 也是很美啊 你看 这边 哦 就开始五光十色啦 蛮漂亮的这里的夜景 哦 OK 这个湖呢 大致上就是 长这样子啦 那我现在呢 要 呃 去夜市找我的晚餐了 也结束了 啊 那个 是的 。 怎么